大家好,我是文明 这两天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交警贴罚单的视频 当然这样的视频 可能可能说这也没有什么 对不对,现在很多 但这个视频它就比较特别 特别在哪呢 就是本来有一辆车 它是停在了一个停车位内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给它贴罚单 但是警察他有办法 他找来一辆铲车 拖车把车给铲起来 铲起来以后 给它放到了一个没有停车位的 就是违章停车的位置 然后放到那以后 他就给贴了一个罚单 就达到这么荒谬 这么荒唐的程度 你说这个故事 你要是没看那个视频 别人跟你讲的话 你可能都觉得不信 文明你们这帮人 是不是 你这故事也变得太荒唐了 但他那个视频 你仔细说 他确实他就是那个样子的 可能我这么讲 很多人还不信 但你那个视频具体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警察为什么这么做 他肯定是有别的情况 你不懂对不对 就拿这么一个特例 你来这个 对吧 污蔑这些警察 污蔑中国政府 是不是 你们这帮人就这样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中国的这些警察 他们是有非常强烈的动机 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可能性 他们道德水平也就是那样 很多警察就是那样 他就能做出这种事情 也就是说 他非常想做 他也敢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前段时间 大家也看到 就是说 长春的这个情况 那时候我也做视频了 对不对 人家本来就停在这个停车位里 是吧 然后警察怎么做的话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直接把停车位那些停车的线 给这个擦掉了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以后你发现 你就是没停在停车位里 好了 那你就交罚款吧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这么做 搞得很多 这个长春的这个市民 没办法 他停车之前 得先拍段视频 作为证据 他就怕这些 无耻的这些一些 这公务员做这个事情 就一些无耻的警察 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 包括你这个车 对吧 你个轮胎没有停正 不正 或者是你这个 没有按照他的箭头 停都不行 所以说 现在我们看到 刚才我提到那个视频 这把车 这个就用铲车拉出来 然后放到别的地方 这也完全在中国 完全可能 中国设备 它现在整个就是荒唐 到了这种程度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时候吧 就是我看这些视频 看一些消息 往往就最近这段时间 很多次都是 我刚看到的时候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但是呢 因为我要做视频 对吧 我要做评论 我还证明 它就是真的 就是当时的那种 就是吃惊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 比如说 前段时间 就是有一个报道 说参考消息 说北京正在成为 全球的思想首都 我一看到这个事情 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是恶搞 对吧 就是在高级黑 这个习近平 当时我就这种感觉 然后呢 一查还真是这样 虽然是别的 国家媒体报道 但是确实是参考消息 不报了这个消息 他这么荒唐 你就包括这个 李克强这个事情 我刚看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假消息 我刚开始真是这样 但是还是查了一下 发现真的是真的 就这种事情 它倒不是荒唐 就是让你想象不到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对不对 太突然了 给人感觉就是这样 对吧 很多消息都是这样 今天我看到媒体里 还有人说 有一个人 他传一个什么消息 说这个雄安 为什么建这么多房子 投资这么多钱 然后他是什么呢 以后 对吧 要做这个联合国的总部 联合国总部 要从美国 签到中国的这个雄安 你说这样的消息吧 他确实是有人这么说 你知道吗 在中国确实有人这么传 你知道吗 所以等等吧 他就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整个 中国的很多很多的消息 特别的荒谬 荒诞 但是呢 他确实真的 或者是像李克强这个事情 让你想不到 但他确实是这个真的 就是整个中国社会 整体上 无论是因为缺钱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正在朝一个非常非常奇怪 非常非常荒诞的这个状态 在大踏步的 在大规模的往前走 这就是我能感觉到 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 快速的变化的状况 他正在朝一个 很多人可能主动被动的 可能就会去想一个问题 正在朝一个最终的这个节点 在往往下走 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时间点 可能很多人 他没有明确的意识 但他也是在等待 很多人等待这个房地产 可能要崩溃 很多人等待这个人民币汇率 要大规模的这个贬值 对吧 很多人可能等待这个习近平下台 很多人可能在等待这个 就是说共产党解体 对不对 大家都在觉得 中国这个社会 好像发生一个巨大的这个变化 甚至包括那些小粉红 包括那些随在国 他们可能都感觉到了 目前这个局势 非常的这个复杂 大家都在等待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就觉得好像 就好像没有什么力量 或者没有什么信心 想再去做点什么 很多人选择是躺平 摆烂 对不对 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多 甚至到包括这个政府 这个机构 今天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挺有感触的 这个视频是什么 就是乳州市的富佑保健院 就拖欠医生工资一年多 这么一个消息 当然这个 现在突然公司的信息很多 但这个并不是我强调的重点 然后就是有媒体 就给卫健委打电话 可能富佑保健院 它的主管单位是卫健委 就给卫健委打电话 然后就了解这个情况 一般来讲 就是像卫健委以前 那肯定都是直接把电话挂了 或者说你们不要 就是造谣传谣 对不对 你们不要这样 对不对 不要破坏安静团结 他肯定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这次他打电话 这记者打电话 他整体的情况 给大家学一下 什么呢 说这个记者就问了 说医生反应拖欠工资一年 我们想了解一下 有没有这个事 然后你看对方 卫健委那接电话的人 就很麻木 对不对 就是说了一句 好像有 承认了 好像有 然后呢 这个记者接着问说 啥原因拖欠工资呢 这个人又说了 没钱 然后这记者又问 那医生的诉求 咱们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 这个医卫健人 不知道 你看他整个回答的状态 给我的感觉 就这个人 他已经很麻木了 而且他对 他虽然在体制内工作 他对这个体制 已经相当相当的不满了 他也是没办法 为了混口饭吃 不得不展示工作 但是他 也有很多伪奇 甚至他自己可能 工资都没有开出来 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记者打过来问了 对不对 那我就这么说了 对不对 我也不去说 还维护你们党的尊严 对吧 体制的面子 习近平的面子 不管了 对不对 我就这样 对不对 没钱 不知道 你们爱怎么地 怎么地 就给人这种感觉 就他的这种状况 不是说这一个人的状况 体制内很多 都是这个样子 对 面对这样的一个 混乱的一个世界的 很多中国人 从上到下 大家都是 躺平麻木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在等 那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到来 整体感觉吧 给我感觉 整个中国社会 现在就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特别是这次 李克强去世以后 他整个的这种倾向 就更加更加的严重了 大家都在等 这个社会 对吧 然后而且大家都在看 对吧 习近平你不恋爱吗 对不对 你不是权力大吗 那就我们就躺着 看你表演 看你怎么表演 对不对 看你怎么折腾 看你能折腾到什么时候 看你能把这些国家 折腾到什么样子 很多人都是 现在目前都是这个心态 老百姓是这样 民营企业家是这样 体制内的很多官员 也都是这样 那么就看着习近平 满地打滚的 可劲折腾 对不对 这样你看习近平 他又在这个 让这个国安系统 介入这个金融领域 对不对 这都是 就是起了过爱了 你知道 就是 整体上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说 大家觉得这个情况 它能长久吗 不可能长久 对不对 以后中国社会 就会越来越乱套 各种各样的 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环境之下 唯一 能够刺激大家 让大家能有所 有所关注的事情 就是 就是钱 对吧 这个利益该怎么分配 怎么样能把这个钱 装到我的兜里面 更多一些 这个就是从上方下 大家都在关注的 这个事情 就是没有人去创造价值 大家都在想 怎么去分配 对吧 那么有权利的人 像我刚才讲的 这些警察 他就可以做到 这种无耻的程度 我是绝对相信的 能把这个事情 做的这么绝 把老百姓的钱 装到自己的兜里面 那老百姓 他再怎么麻烦 他没钱 他也活不下去 他也得吃饭 是不是 那底层百姓的 这种反抗 各种各样的反抗 我觉得一定会起来了 那整体上的 中国社会 就朝着一个 非常动荡的 不安的方向 在走 还是那句话 就李克强 这次去世以后 整个中国老百姓 就是眼前一片黑暗 没有希望 绝望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社会现状 整体上的今天就是 这一期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 感觉就是大家都在等 最后那一个时间点 这就是我想聊的 好 这一句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